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雞車王杯外傳 今天來到這個特別的外星Cardspace EV1這個場合 這個決賽只有五部車鬥 分別是馬士強、Mosas、阿成 還有就是Ricky Matt 以及未見過的車手Matthew Cole 鬥爬非常長的距離比賽 鬥爬總共12個圈 現在剛剛起了一部三個彎之後 馬士強已經一貫透出了 後少少見到這個紅色衣服 灰色頭盔就是Mosas 貼著這個Micro關造型的就是Matthew Cole 現在剛剛過了馬士強 再後少少有大家比較熟悉的顏色三車手 紅色衣服白頭盔就是Ricky Matt 再數下去就是阿成 因為頭暈的關係暫時落後了 一個圈結束了 還有11個圈 馬士在這裡出彎 在這裡出彎一下外面 走得不太順 說回這場車 其實也是雞車王杯 今年就是第六屆的聯賽 五周年剛剛過了 這麼多年雞車王沒試過搞1.25cc比賽 今場可謂破天荒 第一次是1.25cc 雖然車小小 因為價錢比較貴 大家都明白了 只有五部車鬥 暫時領先就是這位Matthew Cole 回來第三個圈已經結束了 做到圈速相當快 因為這個是相當短的賽道 總共只有700多米 一個圈都是三十多秒 未到四十秒已經可以走光了 那Matthew憑著熟悉的地形 還有穿著MicroGuan的衣服 在這裡已經領先了後面的馬士強 那看看 什麼 沒錯 穿著MicroGuan的衣服是快五匹的 說回我們的焦點車手MicroGuan 剛剛鬥完三水第三站 616的雞車王杯之後 收到壞消息 就是他因為私人的理由 暫時可能會離開雞車王一段時間 短期內 大家的車迷都不可能看見MicroGuan的蹤影 這裡也是相當可惜的 看看比賽 現在鏡頭一直追著第二車的馬士強 似乎前面又追不到 後面也脫開了一段距離 鏡頭現在追回這個 紅色車紅色衣服 白頭盔兼有個頭燈 很聰明的 沒錯是十二個圈 很聰明的這個就是Ricky Man 一路也是自己一個油車河 這場車一二五 其實全部都是新手 所以都跑到一段距離 全部都散開了 而且Moses 現在這裏輸到沒有影 影都不見了 和阿成兩個 後面正在捱著 因為兩個都見頭暈 Moses這裏又撞牆了 整場車不停撞牆了 看來他鬥得沒有人 但沒辦法了 十二個圈都要捱下去了 先介紹這些賽車 大家打開GD5就知道 通常這些車全部都是有棍波 這個因為鬥1.25cc水冷的關係 所以不用轉波 全部車都變成D波 這條賽道 其實SpaceCut這個地方 其實就不在地球裏 所以叫做Cut Space 在哪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虛擬的世界裏 和雞車王非常之對 都是虛擬的 看到上面有天橋 主要都是有些女生陪來喝東西 這樣的地方 看到鏡頭一直拍著 Moses在這裏捱著 拿著1.25cc 但他用著80cc的速度 去走這個賽道 非常有意思 在這裏游車 看到頭盔上面有一個交叉 沒錯 他完全駕不點解 就說自己 一路呢 最後呢 剛才已經看到頭車 一路在這裏 這裏又脫錯了 看他比較悶 看回頭車 頭車的Mathieu Cole 在這裏呢 已經進入 第七個圈的情況 看到前面呢 一直在滑著 看到前面的紅色這部呢 應該就是Moses 又被他滑著多次 哎呀不是啊 這個是Ricky Matt 來的 看到呢 螢光紅色拉花呢 Ricky Matt 在這裏呢 又要被人滑著一圈 對了 手不甩了 收到呢 這個車內對港機 就已經說出來說 哎呀 這裏出彎的時候呢 只顧著港對港機 就堆了賣場 很可惜啦 Ricky Matt 那一路呢 都是有水準的車手 在這裏 第一次的125 很可惜 竟然間呢 被人滑著 在雞翔黃杯裡比較少見 特別是呢 今天短的場地 短途還想著 調轉走 這些身地不好 這車手真的 看回二車馬斯強呢 現在呢 反而呢 又要 滑阿成了 阿成呢 四車都被人滑著 見到阿成呢 這套賽車衣服呢 其實都非常骨子啦 這個灰色衣服呢 右邊身那裏呢 有兩條的白色帶 看上去好像賽車拉花 那樣 希望呢 穿著這件衣服可以快兩匹 但是很可惜 這裏也都被馬斯強滑著了 那 馬斯呢 也穿回他自己傳統的 classic 這個灰色衣服 旁邊有白邊 還有白色頭盔 那特別呢 今天幾部車鬥 這個 夜晚的作戰呢 他都是有安裝頭燈的 但是在虛擬世界 就可以安裝 但是我們現實世界呢 應該呢 都不可以安裝頭燈了 比賽呢 鬥到這裏呢 到最後剩下最後三個圈 暫時呢 仍然領先 Mathieu Cole 第二呢 馬斯強 第三呢 已經是開始捱緊的 就是Ricky Man 再下呢 就是阿成 還有Mosus 是完全以80cc的車速呢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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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回馬斯呢 這裏呢 似乎越開越熟了 那圈速呢 越來越理想 最快圈速呢 馬斯是在做35.829 那 那 都離開前面的Mathieu Cole呢 都 即是 那圈速都有一段的距離了 前面呢 是在做34.8的 那 那馬斯呢 似乎呢 在剩下兩個圈呢 要追到前面的機會性呢 亦都不是太高 看回後面呢 Ricky Man 在這裏呢 開著他的螢光紅色車呢 剛才已經被頭車Lap了 比較少見了 三車已經被頭車Lap了 的情況下呢 Ricky呢 在這裏奮湧作戰 哎呀 出彎又一次 對上場了 那見到呢 Ricky前面呢 就是他的隊友Moses Moses 在這裏呢 和Ricky穿著這個隊友 有一樣了 紅色衣服啊 但是似乎呢 Ricky呢 已經Lap到上來 Moses呢 仍然拿著他的125呢 用80cc的速度呢 繼續在這裏捱著的 那捱得相當辛苦啊 特別是呢 GD5V的遊戲呢 如果你是玩卡仔呢 我自己是玩過啦 因為呢 鏡頭是弄得非常之厲害的 那我自己玩一個圈呢 我真的會暈和吐 我不可以再玩的了 那所以呢 我們也做一次掌聲呢 就鼓勵一下呢 這一堆車手啊 在一個這麼惡劣的情況下呢 仍然呢 捱捱十二個圈啊 那回來鏡頭啦 看回頭車啦 MathieuCode呢 在這裏呢 很輕鬆啦 由頭帶到尾的姿態呢 已經是最後一個圈了 到最後一個彎了 我們看他回來衝線了 好啦 隔仔旗已經預備好了 恭喜了 那麼 Mathieu呢 在這裏呢 成功贏出了 雞超王杯的 虛擬版的 第一次的125cc的頭車 那麼 二車方面呢 就是馬屎強呢 亦都跑著回來的啦 另外呢 Ricky呢 就是三車 和大家報告成績先 第一呢 就是MathieuCode 第二馬屎強 第三呢 就是Zero Fighter的Ricky Mac 第四下 成啦 第五呢 是完全搬不定的Moses 那今天呢 雞車王杯的虛擬版 125cc呢 在這裏的節目時間呢 亦都接近尾聲啦 再一次呢 多謝各位觀眾呢 收看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